今年的台湾国际昆虫博览会将在3月5日星期六 于台北花博公园征验馆举办 所以我的甲虫艺术家好友庄先生又有新的创作啦 赶紧来一睹为快吧 2022年的台湾国际昆虫博览会将在3月5日星期六 与台北花博公园征验馆举办 今年的场地非常大 摊位非常丰富 喜欢昆虫爬虫甚至植物的朋友一定要去参观哦 去年的虫展前 我在频道中开箱了甲虫艺术创作家 庄成汉先生的作品的兵信片 后来我们也成为好友 这次的虫展庄先生也绘制了精美的兵信片 并且热情的寄给我一份 因此我又能和观众一起先读为快 他的精美作品啦 首先来拆信封 好了 拿出来了 哇 是南洋大多的蛹 庄先生你不要用照片糊弄我啊 这太夸张了吧 赶紧拿出来看看 第一支是南洋大多的蛹 真的和照片没什么区别了 第二张 是周四牺牲 这种牺牲我没养过 不过真的很漂亮 第三张 大王花金龟 这张非常有手绘图鉴的质感了 漂亮 第四张 每套每套都含有上述的四张假虫麦克笔写实作品 但是里面只有一套会含有这张非常精致的五年签订小卡 购买时会随机出货 所以非常难得哦 想要收藏的朋友赶快来试试手气吧 嘿嘿 没想到这么残酷的限量老虎卡其中一张在我的手上了 实在太开心啦 庄先生的重展摊位是编号266号的从我开始 明信片将在重展贩售 听说价格非常亲民 非常值得带回家收藏哦 现场并会展出他的多元创作 有大幅的写实压克力创作 及写实麦克笔等作品 相信很多人可能已经在脸书上看到庄先生的作品了 不过啊 我相信这些作品在现场看一定是更具震撼力的 有去重展的朋友一定要记得过去参观哦 对了 庄先生也表示 如果有很喜欢的甲虫想要变成漂亮的绘画作品 可以在重展当天与他洽谈 或是私讯从我开始的粉砖做克制哦 艺术创作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多多支持 和鼓励台湾原生的艺术创作者哦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 喜欢我们观众请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我们频道 并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回见 拜拜